好了,我说了我不会剧透的,但如果说很少很少,可能不小心赶到 但我的intention是,我希望大家付钱进去看的,支持这一套电影,这么有诚意的电影 好了,首先我是觉得有惊喜的,因为之前我一直看片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孩,王丹妮,她的样子太乱口,她没有阿妹姐那种的沧桑味 当时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说,这个女孩行不行,她的样子好像没有阿妹姐那种沧桑味 也很乱口,然后我今天进去这个电影院的时候,我竟然有一大惊喜 我很惊喜,这个女孩,你不能说她是100%好像阿妹姐,因为不是娱乐插班生 但是你看到她的努力,她主演得,我不会剧透,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是阿妹姐的影迷 其实她有某些面部表情,她是做一些小动作的,而这个女孩,王丹妮,她应该是看了阿妹姐很多很多,不停地看 看她所有的出现过的东西,或者文章,讲过的访问,她是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她除了是演演演员,另外我相信她自己是入了这个梅艳芳 由她的成长,一直将她自己进入了她的心态,并不是表面去做这一场戏 而是她拿了她的灵魂,我觉得她作为一个新人的话,其实她已经,我不可以说她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 但是她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人我觉得以她第一次还要演演一个这么多人喜欢的,其实很有包袱 但是电影公司的老板,甚至所有导演都好,她选择一个新人是非常聪明的 你如果找新人,你就可以拿到这种观众对她的好感 但是如果你找一个旧的演员的话,因为梅姐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你就算找全香港版得最似梅姐的国安演演员做她的话 因为曾经搞笑过,人的心态是有先日为主的 如果你旧的,你找谁呢?陈伟那些,你觉得她是阿姐,无线,TVB的姐姐 你没有那个class 因为江志强这个其中一个老板,他以前是做影片发行的 所以他自己是希望将这个影片,不单只是香港电影 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令到全世界的人,不单只是华人 都可以知道这个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说真的,我们这么小的地方都是香港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金融中心 所以如果在香港的乐谈或电影界里面 就算你香港的电影,也有很多人看的 Quentin Tarantino,就是这个Pug Fiction Pug Fiction就是低俗小说 其实中文译名的电影叫《危险人物》 即是John Fulter那一部,即是连Quentin Tarantino 甚至乎这个Martin Scorsese Martin Scorsese,这些 这么大导演都会看香港电影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电影是绝对有诚意的 他只是找这个演员找了几年 这部电影是筹备了18年的 但是他的演员也找了三年 去到整个东南亚,或者外国都有的 但是主要是他希望可以找回香港人 我也觉得为什么他要找这个王丹尼呢 我以前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觉得看女生的样子这么乱 但是我进去电影院看,我欣赏这个女生的努力 加上他自己本身,Lewis,王丹尼是国际无特宜 他真的是178那么高 178那么高,因为妹姐不是那么高 那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因为妹姐是很型格的 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演出她的型格 但是因为这个女生是国际无特宜 有style这件事 她不是classy 而是style 即是那种型格 总之,只有你做过一个国际模特宜 你走出台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学校搞这个行天桥,Fashion Show 我都是被人训练过的 当然我不会这么聪明 但是会知道里面的理念 你走出来的时候 你是要眼神,你的形态,你的肩膀角度 你的身,你的头 全部都有计算 所以她是受过国际模特宜的训练 她走出来是有那个型格的 但是至于你有没有那个勁度 你不可以将她和一个天王巨星的妹姐比 但作为一个新的演员 其实她已经是做到合格之上了 所以大家不要对她 入戏院,不要对她太大期望 说似不似 但是你看到她做一些小动作 又或者说话 其实她已经把她自己最好的东西 贡献了 贡献了她的时间和心思 你看到这个人 她是有付出的 所以没有拿楼摊 真的值得 如果我告诉你 还有她里面那套电影里面的CG 里面 如果你说是拿楼摊 她是没有诚意 基本上是什么实景的CG 做出来的妙礼 又或者街景 霓虹灯 其实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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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以不做 为什么她要做呢 她要拿回那种感觉 所以是很赔本的 只是这种诚意 你一张电影院 我告诉你 当然是你赚 当然是观众赚了 你可以这么少钱 可以看到别人这么多 不同的背后的努力 还有一样东西 我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想象到 因为有好几场 尤其是她有去红馆 唱蜇羊之歌 这些不是剧头 因为你一定知道这些场面一定有 但是她 你自身觉得自己在看妹姐在唱 演唱会 但是把那个情怀带回来 2021年 back to the future 就是这么多年前 2003年 你就是那个演唱会里 其中一位的观众 你现在用钱也买不到 但是你现在可以用 我张飞就是差五元 因为我看11点半 但是如果你说你用八三元 通常我想 你看普通场是八三八二元 八二元 我上周看劳密雪 都要680元 还是650元 我不知道 但是你想想 如果妹姐今天还在山 你要买她 演唱会票 你就炒黄牛母两万元 你就不用想了 所以你说 百多元看电影 就是值回票价 如果在商业的角度 这个导演 这个老板 他是按钩的 比起当时 耳东升 要拍《心不了情》 就是别人唱 传他说买一层楼 但是这个老板 比耳东升当年更加按钩 因为如果 他拍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那么好的话 一定是收不回 但是我现在有信心 他是会收得回的 因为这部电影 如果你是喜欢妹姐 你是她的歌迷或影迷 你不用问好不好看 你进去看支持他 但是如果你不是 她的歌迷或影迷 你也是应该要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电影 不只是说妹姐 因为由妹姐这个人物 里面 他是有 有一个message 我继续说下去 告诉他 这部电影里面 当然电影是很个人的感受 跟你自身不同的经历 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人 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其中一样 他想发放的信息就是什么呢 好了 继续说下去 他 在刚刚 怎么说 刚刚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 看电影的时候 留意他的声音乐 或者配音乐 或者背景音乐 但是这一样东西 他做得非常之好 怎样做得非常之好 他在说不同的年代 就有放一首歌 你就可以感觉到 回到那个年代 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年代的歌 加上他当时 又回到差不多 那个舞厅 卡拉OK 或者酒廊 或者街景 危红灯 全部这些是用了心思 那些歌要给版权 对不对 所以 我告诉你 我上一次 看一套电影 觉得 要买他的声音乐 其中是王家慧的电影 去做音乐 当然是很努力 那些王家慧的电影 的声音乐 是值得买的 另外 我以前看过一套电影 叫《古令街杀人事件》 我不知道 Ocean 以前写音乐 你应该知道 《古令街杀人事件》 那首声音乐也是很好听的 但是 以前 Julia Roberts 《My Best Friend Reading》 I Say A Little Player For You 你们应该听过 因为有很多海外的网友 都会看我的影片 《My Best Friend Reading》 就是Julia Roberts的其中一套电影 它里面有很多声音乐 总之很好听 我现在忘记他的歌名 但其中一首歌 《I Say A Little Player For You》 有不同版本的 另一个男朋友 和Julia Roberts唱的男版 之后他的朋友结婚 在水池边 唱一个不同版本的 《I Say A Little Player For You》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 他的声音乐也是很好听的 所以你不要只留意到画面 很老实说 他两个多小时 是不可能把他一生都呈现出来的 当然是有取舍 但是初头说他未红之前 其实他是很流畅 比如一个两个镜头 已经交代到梅艳芳小小 几岁的时候 他是什么性格 其实他已经用几个镜头 已经交代到 之前是流畅的 加上我看到 扮郑少秋的陈家乐 做得很好 因为他以前在无线 第一次做男主角 都是扮什么冰封人 扮老派 他扮回秋冠说的老汉 都是手道拿来的 这个演员是挺好的 在电影里面 另外你会看到有很多演员 老中青的都有 比如老的 李子虹那些老的 林家栋 这些叫中年 林家栋 古天乐 还有年轻的有白子 还有胡子彤 扮蔡一致 还有何启华 阿Dee 其实他囊括了三代不同的演员 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可以吸引到一些年轻的观众入场 因为梅艳芳不是属于八九十年代成长的人 其实我很推荐 如果你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网友 你有家里的小朋友 即是年轻人 你带来一起去看这部电影 我会继续说下去究竟是其中一个信息 我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个什么信息 这部电影也不只是说男女之间的感情 反而他自己有说到他不敢用那个名字 因为很多电影里的人 譬如说这个是黎小田 这个是何冠昌 他敢用 但反而电影里面那个男的那个 他不敢用这个 就是某一个男朋友的名字 因为我不能说那么多 免得你吵架我 我都会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里面是有原因的 就是 也都 免得披露他那个男的那么多东西 但待会我会说回梅艳芳九位的男朋友 你们不要走 好了 但是我觉得除了说男女的感情 着物其实是说他的心路历程的转变 他主要不是说他的感情 感情等我在这条影片直播跟你说 是的 因为他有包袱 你不能说他还再生过男朋友那么多东西 好了 但是他交代和他姐妹一个 就写得非常之好 那条线非常之好 我觉得还有就是 他和何冠昌 何冠昌呢 何冠昌就是他契爷 那个是小小的 但是苏孝良那个 就是由林家栋那个 也演得非常之好 而且他的对白不多 但是他的对白非常之精净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电影也有什么好呢 不用很多口水器 我不会说我好疼你 你要红什么什么 但是他由林家栋说的对白非常之精净 还有杨千华 这个杨大妈 他实在是吃屎吃了绿豆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本身之前我看过他拍这个麦露仁 麦露仁他演技非常之差 但是这里呢 他虽然的镜头比他不多 他出了可能是三至四个 但是每一次演他的时候 我相信他都真的 很崇拜梅姐的 所以他也是 摆到感情下去 即使那个不是梅姐是黄丹 但是他做到 他做到他要做的表情 感情 他是散发出来的 另外就是给了他一句 挺好的对白 你自己留意一下 我觉得如果对白 每个的对白和梅姐都是这么好的 我当然不会在这里说 例如我自己比较感动 就是他姐姐和他的对白 苏孝良和他的对白 古天岳和他的对白 还有刘俊谦和Leslie哥哥和他的对白 杨千华和他的对白 其实他每一样都不是很多口水气 但是一出来的话 几句说话已经交大了 其实这些人在他的成长 在他身上 是啟发到他那些什么 或者看到他那些什么 什么的转变 这一样东西都是很好看的 好了 另外就是 看一下 还有什么 感情方面 他也是避重就轻的 因为现在那些男朋友都还在生 免得影响到人 但是因为 经历过那个掌挂事件 事实上真的是 由那个掌挂事件 去到他去泰国避难的时候 他回来 他已经觉得 他不想只做一个歌手了 所以 他在这个时间 whatsapp我 我想吵齿 OK 先看看 OK 好 我正在做节目 你们不要whatsapp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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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另外 我先看看 就有些什么 是啊 是啊 在他去泰国 回来的时候 他自己也经历过 有些人去challenge他 因为他自己的思想上面 是有个转变在里面 你会看 一定要做 就是如果 导演觉得 那个掌挂事件 是令到他 有这个挫折 他离开了香港一段时间 跟着他沉淀 他想一下 他继续 他想在他的歌唱事业里面 除了唱歌 还有什么可做呢 那么 这件事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message 很需要放这一场戏 是不是 你没有事没有干 你不会说 我要关心一下其他人 你怎么说 有很多人当你很开心的时候 你未必会说 哎 我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可能只会每天都可能 哎呀 我这么多朋友 在我身边 不会想那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 打他那场戏 是一定要加的 令到他 离开了香港 就是 跟另外一个男孩 一起经历的时候 然后令到他觉得 我不想只做一个歌手 才能鼓励到他 在日后 做这么多善事 这个戏一定要加下去 我觉得他自己 在经历过这么多挫折 除了他小时候 你说他唱歌 是一帆封信的 但是一帆封信之后 就是经过掌握事件 令到他突然之间 他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觉得 我不想只做一个歌手 我希望利用他自己的名气 可以做更多更多 为社会贡献 这个转捩 这个就是转捩点 之后他自己也发起了很多的慈善 而且他也在这个沙士期间 政府就说 你这样开演唱会的话 什么什么的 那些人 好像现在这个疫症 现在2021年 就是当时 2003年 但是他坚持 他说 喂 我们要为 我们平时的娱乐圈 都给了很多好处 我就是因为 现在的低潮 我想出来做些事情 那些这样 所以他坚持 他自己坚持 去做这个演唱会 他不是说 只是纯粹 要嫁给舞台 这个是其一 另外就是 也可以帮娱乐圈 去打气 所以 他怎样痛也好 你一直都是见到他那种 我很喜欢他一句说话 The show must go on 是不是 我要 说回 不要说太多 否则剧透了 就死了 但是问题是 我刚才说这句说话 无论你的人生 发生什么事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 都好 好像他这样 人生都是有挫折 他被人 怎么说 这么小 这么穷 那么艰难 他已经做歌手了 up and down 跟着 好了 金虹的时候 又被掌挂事件 又跌回来了 心里很害怕 都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被人追杀 但是 当他经历到 没有事的时候 他出来 他一定要为社会 做些事情 所以就是 在后期 他为社会做这么多 才令到一个 他变成了一个 不平凡的歌手 因为他制用他的名气 可以向社会更多的贡献 才令到他成为 那么多人 日后都那么崇拜 尊敬他的人 你说 成龙那些 就是 可以了 我请 成龙就不会请 只不过有时候扮大哥 那样 他行他人之概 譬如成龙我坐飞机 自己坐头等 他会在头等的厨房 叫空姐 你给我传东西 去后面 我的兄弟那里 就是去行他人之概 你吃光 你的兄弟坐在经济客战 其他乘客坐在头等 给十几万的 人家没得吃 你叫空姐拿去 给你坐在经济客战 很难沽寒 就是成龙 这叫行他人之概 这是一个虚伪 但是 不然不是 他真的 除了自己捐出来 我稍后告诉你 他捐了多少钱 他自己捐也不够 他希望可以发起更多的人 去做这件事 他里面的电影里面 是会切回他以前 以前那些去捐钱 去做善事的影片 所以你会在 在这个电影里面 如果你喜欢梅姐的话 你会怀念很多 做过的好的东西 你都会看到 但如果你不是 喜欢梅艳芳 但你纯粹以一个 个人的传记去看的话 你都会有得着的 因为在你最失忆 好像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这么多年来 如果我失戀的时候 我不开心 我做什么 做两件事 一是帮人做义工 和我去读书 我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 加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 加了几十年 我都是对我自己无悔的 所以 为什么我自己 那么喜欢梅姐 就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做的东西 当然不教他多 所以 这部电影 不应该只限于 喜欢梅艳芳的人 而是你一个 对生命 你失去了意义 或者你自己 和他有同感 你都是觉得 其实 你是向社会 对你不搏 上天对你不搏 的话 其实你都应该做些 东西 贡献给社会 也为什么 我其实我真的要赚钱 我这两天 我就是要赚钱 我会和那十位网友 和陈太太 特别嘉宾去吃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你们肯花时间 去留言给我 所以 我一定要抽回 当我每挑一万的订阅 我现在过了十万 已经达了十一万的订阅 我答应了 说我要 怎么说 留言最多的十位网友 我会请他们出来吃饭 我现在赚钱了 这一两天就是会发生的了 这件事 你们密切留意 我迟些会公布 究竟是哪一天 好吗 你密切留意 然后陈太太就是嘉宾 当时的饭罪 我就是 那个饭局 我就是会直播 有少少的时间 我都要时间吃东西 难道我全程拍到尾 最多我拍一些花细 回来给大家看看 但是 当时在吃饭 如果不是 因为我刚刚上个星期 我去看努力说说 如果不是我就搞上个星期 但是因为我自己要有佳去 所以 这些叫做 give and take 你不可以只有一美 去收别人的付出 你自己不去回归 我现在 以妹姐做一个偶像 崇拜 她做些什么 可以啟发我 我也是会觉得 其实得到这么多的网友支持 我自己也是回归出来 请十个留言最多的朋友 多谢你们 好吗 OK 好了 这个说了她的电影 无论你人生经历过高高低低都好 记得 The show must go on 香港好 全世界好 现在刚巧得这么巧 以前03年 妹姐还在生的时候 沙士是可能东南亚的事 香港的事 就是经历了沙士 但是今次2021年的时候 全球都受到疫症的影响的时候 很多人的心已经很低沉 好像人生失去了方向 没有工作 或者要转行 减人工 当你这么失意的时候 始终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我会建议一样什么 好像你上年10月21日的时候 见到我被人採缘 我说你是神经病 我一直都有看书 学开东西 我就继续做 我转行而已 我现在转了 我都叫找到一口饭吃 不用饿死 有钱交粥 供楼 所以我告诉你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人的 在你未反弹 因为如果疫症过去的话 那些人会惩罚性消费 到时会有很多工作机会 那些人要聘请人 很多生意可能是一时之间 请不到合适的人 很多人会受到这个选择 我觉得在未反弹经济之前 大家每天都陪我一起 学多一些新东西 这个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培养一个大家互想学习的平台 所以What should we learn everyday 好吗? 多谢你 我还没说完 我现在要跳进去这个 还有 By the way 梅姐已经有一颗小行星代表她 在2018年的时候 天文爱好者 天文学家杨刚瑜 除了上次我说 林青霞有一颗星代表她 其实香港有四个明星 都是有小行星 已经注册了 劉德华 古天乐 张国荣 梅艳芳 分别都是在2018年 是注册了一个小行星 所以如果你抬头 你真的望上天 是有一颗星叫做梅艳芳 好吗? 好了 她的慈善事业 又说一下给大家听 她曾经捐过超过千万 并且发出过 参与超过十个大型的慈善活动 为全世界的华人带来一些支持和鼓舞 所以我们希望 多些观众去看她的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是不惜公本的 即是她预了是虚钱的 因为如果当一盘生意的话 不是这样拍电影的 那个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心 不要说你自己是不是梅姐的歌迷影迷 如果你是真心欣赏一些认真做事的人 不妨进去电影院唱 不过未唱之前 麻烦你们在这里 二千多人进来 只有四分之一个人赞了 未给赞的好给赞 哈哈哈 你也是欣赏一些 怎么说 认真工作的人 这个就是手机的影片下面 左下角就是一个喜欢女孩 旁边就是分享给其他朋友 好吗? 我继续讲下去 我还没讲 因为你们很想听她九位男朋友的 细节的资料 是吗? 1994年她也筹办了一些 750万的善款 其中200万捐赠 马丽医院的维方骨科手术室 又捐赠给华东水灾 和香港医学博物馆 东华三院的福幼基金 九龙医院 香港大学的教育学院 无疑的课室 和国内的儿童福利等等的用途 也曾经捐赠8万的兴建东华三院的护老中心 在1999至2000年两年之间 她也出任乐施会大使 去到贫困的云南山区 去施予爱心 在她去世后也发扬和延续她的善心 在四海一心的基金会 也帮她的歌迷和朋友的捐赠 这些善款在2004年的时候 她也在周年当中 基金会也囚集了善款 捐赠大学做研究用途 2008年的文川大地震 她也有基金捐赠 还有其他的 2011年她也捐赠在贫民区 对于提携后辈的话 她也有提携过很多 譬如说 梅艳芳 刘德华 陳小春 草猛 謝霆峰 那些 许志安 陈奕迅 那些都是被她提携过 好了 这些就是说了她做的善事 不要因为自己的出生 又或者你自己曾经经历过 有些人可能很自私的话 就说我曾经经历过不开心 我现在要拿着这些钱 她不是 她回来更加要用她自己的名气 继续自己捐赠不够 叫多些人去做同一件事 就是她施比受更有福 好了 接下来我说她的男朋友